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今天的旧约圣经故事呢 我要和你分享的这个内容啊 叫做四个被掳的青年 故事呢,是发生在西底加 是犹大王国的末代君王 他跟埃及法老结盟想对抗巴比伦 结果呢,反而惹怒了巴比伦的国王 尼布贾尼撒 当巴比伦大军攻陷犹大王国时 许多的犹太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在被掳的人当中 有四位特别的年轻人 他们分别是谁呢? 又会在巴比伦遭遇什么样的事? 我们就来聆听这段精彩的故事内容 当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第一次征服耶路撒冷时 他准许犹大王约亚敬 在巴比伦的统治下继续做王 他并命令将犹大王室的优秀青年 带去巴比伦受教育 将来任政府重要职务 在这些青年中 有戴尼里和他的三个朋友 哈马尼亚 米沙利 亚萨利亚 他们前往巴比伦 辛苦地走了很远的路程 也不知前途如何 听说我们明天就可以到巴比伦了 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我一直认为 监管我们的这位雅士比拿 对我们还不错 但我们不向对待奴隶 还蛮客气的啊 对 哈马尼亚 自从他问过我们许多问题之后 好像 好像就很瞧得起我们了 他还告诉我 明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的王 吴王 尼布贾尼萨万岁 陈将这四个犹大青年献给陛下 他们全通过了考试 符合陛下定的标准 他们可以在我国受教育深造 陛下万岁 好 雅士比拿 他们仪表堂堂 我蛮喜欢 这三年 让他们跟我们的皇族青年一同上课 学习加勒底语言文化 及巴比伦法律 然后任我国公职 他们取了加勒底名字吗 还没有 陛下 我会为他们取的 派守卫照应他们 攻击他们王所享用的食物 把我桌上的酒肉送去给他们 到时候我会召见他们 看他们的情况如何 好了 就这样了 陛下万岁 现在我介绍这位照顾你们的守卫 他今后会照应你们一切生活的 守卫好 大家都好 现在我要为你们取个加勒底名字 加勒底和巴比伦语文有分别吗 但伊丽 问得好 就这语文说没什么分别 我们巴比伦人是加勒底人的后裔 他们的语文也是我们的语文 但伊丽 你的巴比伦新名字叫伯提沙萨 是 大爷 你 哈纳尼亚 是 你叫沙德拉 还有你 米沙利叫做米沙 亚萨利亚 你叫做亚伯尼哥 现在我指谁 谁就爆出自己的加勒底名字 但伊丽 伯提沙萨 哈纳尼亚 沙德拉 米沙利 米沙 亚萨利亚 亚伯尼哥 嗯 现在叫守卫带你们去王宫内院住宿 多谢大人 这里就是你们三年进修时的住处 希望你们舒适方便 膳食送来前 你们可以逛逛花园 有任何需要可以告诉我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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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守卫 上帝 真是恩待我们 你看 他们待我们 像巴比伦的皇族一样 驻王宫 吃王的膳食 朋友们 就这一点 才真叫人担心了 我们犹太青年 怎么能吃败假神之人的东西 怎么能丢开摩西的教训 吃不洁的动物和血及脂肪 也许连洁净的肉类 也已经寄过了偶像 对 但伊丽 我也担心这一点 可是 可是我们没办法 别忘了 沙德拉 我们办不到的 上帝必能办到 只要我们决心 不顾一切的顺从他 你们三位 愿不愿意跟我一同下决心 不吃王的饮食 以免玷污我们的身体 当然 那我马上去向 雅士比拿太监长要求 只要给我们素食和白水 以我的看法 吃五谷 豆类 干果 蔬菜 水果等 比吃肉类 对身心健康更有益处 起初上帝 给亚当下挖的 就是这些完美的食物 我这就去说了 你们三人要多祷告 但伊丽 你说你们四个犹太青年 不要享用王的酒和肉 只要蔬菜和白水 你们宁可吃穷人的饮食 却不要王的享受 我真不了解 你们知不知道 我喜欢你们四位 也要你们快乐幸福 你们这要求无法答应 王要是见你们四位 比别人瘦弱苍白 会杀我的头的 但伊丽又向送饭的首位要求 首位 我了解雅士比拿 为什么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他以为素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一点不错 还有 尼布贾尼萨王会因小事砍人的头 请你试试 让我们吃蔬菜喝白水 十天后 把我们跟那些吃王宫食物的青年比一比 然后就你的观察再做决定吧 好 这方法还不错 但伊丽就那么办 但只谢你们十天 但伊丽回到三个朋友那 他们一起感谢上帝 赐聪明给但伊丽 提出了这十天的试验期 那期间 他们头脑清晰的学习困难的加勒迪语文 但伊丽啊 你一直看着窗外若有所思的 在想什么 没什么 杀得了 我只是想到老家 感谢虔诚的父母 养育教导我 敬爱耶和华 真希望他们知道 我们在此舒适平安 生活愉快 我永远忘不了 当军队来带我走时 母亲眼中含着泪 握着我的手说 但伊丽沃尔 不要忘了 你是犹太人 更不要忘了 你祖先的上帝 他会永远与你同在 你想古时的约瑟 虽然他做过奴仆 也下过监牢 但是他始终对上帝有信心 最后竟做了埃及宰相 我相信上帝为你的一生 有很好的计划 有一天也会使你在外国 受人敬重得到一个高职位 妈妈会时时为你祷告的 太好了 但伊丽 我真不敢相信 也不了解 这十天 你们四个人 却比用王山的那些人 更健壮俊美 红光满面 真奇怪 那你们今后就吃素好了 多谢守卫 真多谢你的帮助 四个青年努力学习 上帝特别赐福于他们 不久 王召见所有学生 发现戴伊里和三位朋友 竟比其他的人聪明又能干十倍 打败尤大国 回到巴比伦的国王 尼布贾尼撒 他从耶路撒冷带回许多俘虏 在这群被掳的人当中 有四个年轻人 他们特别从被掳的人中 被挑选出来被礼遇的对待 但是他们因着立定心智 为着上帝 拒绝不吃国王为他们预备的美食 他们只吃蔬菜 上帝与但以里他们同在 他们就有上帝的智慧跟见识 能够领会各样的事情 胜过巴比伦当中的一切数是十倍 可见得聪明 不见得就有智慧跟见识 从但以里他们四个人的经历来看 智慧与见识是从上帝而来的 而但以里他们住在敌国当中 被国王后代 对他们来讲 这是试探跟诱惑 这些锦衣玉石会把他们呢 带离对上帝的忠诚 忘记自己应当要有所分别成为圣洁 因着他们对上帝的持守 他们就能够拒绝这一切的试探跟诱惑 亲爱的朋友 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之下 会让我们渐渐地忘记自己的身份 忘记自己当持守的原则呢 愿上帝帮助我们 他是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遭遇试探诱惑的时候 来跟上帝祷告 他必帮助我们有力量 能够拒绝试探 那么这四个年轻人 以但以里为首 他们在这个巴比伦帝国当中 上帝会怎么样使用这四个年轻人 使他的名在外邦被人遵从呢 希望你继续收听 天使夜未眠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除了你在天上 有谁 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做爱慕 虽然有时候 我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 永远不会改变 神真是我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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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真是我 你你你你身真是我 你你你你 我的父母 深藏有我永远 神真是我